你说那个李娇从小和你定亲 我小时候有一次失足落水 是李娇和他娘路过海人救了我 为了报答他们家的恩情 于是定下了这门亲 现在他娘又带着李娇找上门来 说是不需要我和李娇结婚了 只希望我能劝说你们不要追究这件事 还带了五千块给我 这可是我嫂子的前途不是钱的问题 赵仁凤同志 你的意思呢 我如果不答应 李娇的娘是不是就会逼着你娶她 是的 我父亲是个最信守承诺的 既然答应了的是 就一定会做到 文汉宇 你觉得你的婚姻和未来值多少钱 赵仁凤这是要顺势敲诈我一笔吗 这次受害人是我 那么他是不是应该赔些给我呢 我要他赔偿我一万 确实应该这样 我先把这五千给你 回去之后再让温红琴凑够剩下的五千 嫂子难道你就要这样放过那个李娇吗 我只说让他不用和李娇结婚 可没说要放过李娇 这个钱你拿去 就当嫂子自助你读大学了 剩下的拿给爹娘当生活费吧 原来一个人的一生就值这么点钱 我常常会想 我没有将错就错留在沈家 没有侥幸躲过赵仁珠连和赵勇给我设的陷阱 没有及时发现赵仁珠在我的药草茶里面下药 等待着我的会是什么样的未来 现在我却在想 如果我当初知道自己考上大学了 我还会不会遇到这一切 别想太多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就没有那么多如果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不管遇到什么危机都能解决 从你决定留在沈家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你 原来这世界上的男人并不都是赵勇那样 只要你遇到对的人 就会明白 原来守护并不是叔叔而已 你们几个一起上吧 小子 有人要留你的命 沈青松和赵仁凤交换了一下眼神 拉着赵仁凤朝对方跑了过去 长腿一伸 爆发力惊人 牛老大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已经被沈青松一脚踹飞了 温红琴卖掉房子 还找温家借了点 才把赵仁凤要的五千凑齐 如今他和李娇没有住的地方 只好灰溜溜的去远方堂妹温采秦家赞助 这一娘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人 当初他们家的房子还是管娘借的呢 现在有事找他人都不见了 还有这个甜诗语 真不是东西 平时跟在我身边蹭吃蹭喝 真没想到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害得我们等这么久 哼 眼皮子浅的香巴老 难怪那么多年还待在这个乡下出不来 活该 反正这房子当初也是你出钱买的 到现在钱也没还你 按我说这房子就该是咱们的 你这话说的没错 没想到温采秦这个香巴老 竟是个臭美良心的东西 温红琴火气一上来 直接一脚踹开大门 等田家四口回来 才发现温红琴带着李娇 大摇大摆住在自己家里 红姐 你这样也太不厚道了 你想要到我们家 至少提前打声招呼 你怎么能直接砸了锁金来呢 你这样做 我是可以报警抓你的 知道吗 采秦啊 你说这话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吗 当年你可怜爸爸找我借钱盖房子 我又给你开介绍信 现在我们卖了房子 暂时没个落脚的地方 来你这住几天怎么你了 就是你们家又全又破 要不是我娘借粮给你 借钱给你 你娘姐弟早就饿死了 我娘凭本事 从你们手里弄来的钱 咋了 田施宇的话 彻底激怒了温红琴 这么多年 她的性格一直是说一不二 他们吵吵闹闹的 村里只好报警 来到派出所这一问 才知道原来温红琴 就是上午买凶杀赵人凤的人 温老也在找温红琴 要把温红琴这么多年 用温家的钱 人脉和东西收回去 姐姐 好看的姐姐 这小孩的家长也太不上心了 要是走丢了怎么办 等会找到家长之后 可要好好说他们一段 走 阿姨带着你买糖葫芦去 刚刚吃完糖葫芦 一个六十多岁 长相贵气的女人找了过来 她陪着老温在派出所接受问询 丝毫没注意到小孙子温紫秋 居然不见了 小秋秋 到奶奶这儿来好吗 姑娘 谢谢你照顾我们家小孙子 没事 温红玉这一生算不上圆满 也是有伤疤的 温红琴是前头那个老婆留下的 前温夫人管思辈和江美家是闺蜜 管思辈绝症去世之前 是江美家陪着在旁边照顾的 管思辈死后 江美家又给她生了一个儿子 姑娘 是我没有教育好女儿 差点毁了你一辈子的前途 是我对不起你啊 他做出这样的事也不能怪您 您不要太伤心了 您有小秋秋这么聪明的孙子 将来他一定是个好孩子 好孩子 这件事是我们温家对不住你 如果你不介意 叫我一生爷爷如何 赵仁凤本来就听说过温红玉 对这个医术高超的老人很是崇拜 现在看了他之后好感更加深温 干脆的叫了一声 温爷爷 走 就凭你这一句爷爷 我也得带你们去吃顿饭去 沈青松还有是要和朱晓峰交代 就没跟着去 两人约好让赵仁凤在饭店门口等的 温红玉来之前就听说过赵仁凤药材填的事件 赵仁凤也没藏着掖着 大大方方把自己配方告诉了温红玉 我也只是听我父亲说了一些药材的事 然后自己看了几本医术 当时做这些都是试着看看 没想到一炮而红 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来没有系统学过医术 只是听你父亲之言片语和在医书上看 是啊 我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学习之余就会看这方面的书瞎琢磨 那让我来考考你 就考最基本的学位 秦明 雅门 神缺 张门 慎鱼 足三里在什么地方 上一世赵仁凤对这些基本功早已烂数一心 他动作利落 分离不差地指出来 温红玉指点头 姑娘 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学医 当然愿意 你要教我医术 你的天赋是我见过那么多的学医人中 最优秀的 而且你的人品和心性也非常不错的 但更重要的是 你是一个是非分明的孩子 这点我很欣赏 所以我愿意收你为官门弟子 不过 跟着我学医 要吃不少苦头 很少有人能坚持的下来 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 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温红玉手中是有一项祖传的秘书 儿子温丰没有那个天赋能学会 而孙子温子秋呢 年龄还小 这些年 温红玉一直在物色一个人继承这项医术 可惜一直没人能录他的法眼 这没想到在小小的下阳镇 居然遇到了有缘人 撒子你成绩被人顶替的事 这几天村子里都传遍了 大家都说那会出成绩的时候 有个大半很光鲜的女人跑到你家来 说不定就是联合刘春芳换你成绩的人 现在刘春芳送鸡蛋过来 这是给你赔罪的吧 原来是这样 嫂子你别怪我说话止 我虽然是个女孩子 我姐娘却没偏心过我哥 从来都是一碗水端瓶 可你家明明是两个女孩子 你娘怎么能厚此薄笔呢 那都过去了 我不在乎了 但如果刘春芳和我成绩的事真有关系 我是不可能因为一篮子鸡蛋就放过她的 对了 嫂子讲件好玩的事给你听 你知道我们这边在处理苏家那些破事的时候 这事与达村还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什么事 你爹和你娘天天在家里打架 你娘哪能打得过男人呢 那段时间我看见刘春芳天天捂着个脸 在咱们家门口转悠 有一回风吹开了他脸上的布 整张脸上都是鼻青脸肿 只可惜你不在家 后面估计来找你是没戏 刘春芳就去你爹厂里闹 闹得你爹丢了工作 怪不得最近不见爹来了 那这些鸡蛋咱们怎么处理 吃了 我的一辈子 差点就被他和温红琪母女人收回了 补偿我点鸡蛋 我确实应该收着 那真是太好了 等着我去地狱割点韭菜 咱们今天中午就吃韭菜煎鸡蛋 你来我们家干嘛 能进去说吗 李娇这两天没有住的地方 也没有东西吃 她想进去喝水 吃点东西 不能 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硬呢 看来娘告诉我的计谋 在她面前也不好使 李娇认为可能是自己表现得不够可怜 偷偷掐了一下自己 疼得她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掐得手疼吧 你这样的 在我面前玩心眼还是嫩了些 直接说吧 你来找我干什么 李娇还是没说话 赵仁凤耐心被耗到了底 趴得一下关上一边门 一只手又要去关另外一边的 李娇咬着嘴唇 死死抓住赵仁凤要关上的门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外公可是温红玉 那你就去找你外公 你来找我做什么 我外公只是这几天有事 所以才没接我的电话 我劝你赶紧撤案 不然等我外公知道这件事了 不会放过你的 而且你不是答应过拿了钱 就会让这件事过去的吗